多于全美有一半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至少得到了部分保护 美国人在为期三天的周末假期中 摆脱了疫情期间的低迷状态 这个假期通常在夏天来临之际 释放出全美压抑的旅行欲望 但因担心病毒蔓延而受到抑制的一年后 美国人开始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 通过航线和陆路进行旅行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说 从星期四5月27日到星期天5月30日 有710万人在美国机场检查站接受案件 周五5月28日是自2020年3月 新冠疫情削减航空旅行需求以来 最高的单一旅行日 因为有196万人接受了案件 上周美国汽车协会旅行部预测 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期间的旅行将猛增60% 预计有3700万人将离开家50英里 也就是80公里或更远 自前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还表示 它预测周一5月31日将是2020年3月以来最繁忙的旅行日 对于五天的假期 它预测有134万乘客 但仍低于2019年同期的230万 瑞宗公司Gasbody表示 周日的美国汽油需求比前四个周日的平均水平 跃升了9.6% 是自2019年夏季以来最高的周日需求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2021年的总量仍比2019年第13% 其中包括3440万乘车旅行的人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 到周日 50.5%的美国人已经接受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CDC说 新的新冠病例数量从1月初的7天平均每天超过25万例 骤降至周六的约18900例 是2020年3月出现疫情以来的最低数字 美国汽车协会还说 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是拉斯维加斯和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周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 也是纪念国家战争死难者的庄严场合 今年的许多军事仪式仍通过虚拟方式举行 总统乔·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参加了在弗吉尼亚阿灵顿国家公墓 无名战士目前举行的传统花圈竞献仪式